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斯 今天來到一個能夠使用 最強能力的基岩武器世界生成喔 沒錯在這個世界呢我可以獲得一些 minecraft最堅固的石頭 也就是基岩這個方塊做出來的 武器喔 你說在那之前有一件事情要跟我說 喔那個喔我的鞋子有一邊沒有穿是不是 那個是因為我今天要出門的時候有點太急了 所以忘記穿 那麼在這個世界如果我要拿到基岩武器的話 我必須要解掉任務 啊解任務的內容呢就是我要擊敗怪物喔 然後第一隻怪物就是一隻豬 所以說我先用拳頭把這隻豬打死喔 哈哈哈好爽喔 OK有了這樣就有任務完成了 那任務完成之後呢我應該會獲得一樣道具喔 淺綠色界符合裡面有一個奇怪的物品 來我先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喔喔喔怎麼這麼大一把 一開始就拿到槍沒問題嗎 然後這個是一個基岩發射器的樣子喔 總之我先拿出來試試看喔 那邊有一些動物我直接拿這把槍試試看好了 這樣適合到嗎 喔好大一顆喔而且牛竟然直接死掉耶 喔所以這把武器的傷害也不低耶 好像跟鑽石劍差不多嗎 喔然後它好像有冷卻時間是吧 它是一個火箭筒的感覺喔 可能需要一些裝填時間吧 哈哈 啊這個會打到我自己嗎 喔不會耶 喔喔喔這麼方便喔 OK那這樣子我就有一把武器了對吧 然後我今天的目標呢有好幾個喔 我的最終目標就是擊殺終界龍 不過在那之前呢我可能還要去打個 朱布林蠻兵啊 遠古深海大魚 還有 伏守者這三隻怪喔 哈哈哈哈 哇上天下海耶 啊再來第二把武器如果要拿的話呢 我必須要先去 擊殺一隻鐵巨人喔 所以要找鐵巨人的話 一定要去村莊了 所以我來找一下喔 OK那我找到了一個村莊 那麼我先找一下鐵巨人喔 喔我看到啊那邊有一塊會走路的鐵喔 然後我這一把基岩火箭筒 它是遠距離的喔 所以說我應該在這個距離打就好了吧 哇塞這個管子好像直接套在我的手裡面是不是 哈哈哈哈 哇看起來超強耶 來我試試看喔 嘿 啊怎麼是打到貓啊 欸那是貓嗎 它怎麼掉了線啊 再一次喔 嘿 喔喔喔喔喔有耶 而且鐵巨人好像沒發現是我打的是不是 欸 哈 你這個蠢材 只不過傷害好像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高耶 欸 然後我好像可以讓它緩速是不是 走路超級慢耶 哈哈 喔打掉了 任務完成 這次的獎勵是什麼 有一個粉紅色界符合耶 基岩流星的樣子喔 喔 等一下基岩流星是從上面下下來嗎 好像有點危險耶 會召彎到哪裡去啊 我這樣指的前面會有嗎 喔等一下等一下 啊 欸 欸我竟然被炸飛了 而且還燒起來耶 哇塞整片直接被炸開了耶 欸這東西也太危險了吧 所以這東西如果我要用的話要像這樣子 炸完之後要往外跑喔 而且還是會炸到我自己耶 哎呀我的武器都還在喔 喔 這東西好危險好難用喔 好啦總之這邊有一個鐵匠鋪喔 所以我順便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好了 欸有鐵製的胸甲耶 我話說我剛剛的鐵直接被燒掉了耶 還有這裡面剛好有附贈鐵鎬就是了 我們第三個要打的怪物我剛剛其實也有看到了 不過在那之前我先收集一下我的甘草捆喔 我的甘草捆 好的那我已經收集了49個甘草捆了 只不過這邊地板還有好多喔 我也懶得踩了 下一個目標呢就是 綠色的尼特村民喔 恭喜尼特村民 我剛剛有看到一隻喔 你中獎了喔我看到了就是這個 嘿嘿嘿嘿嘿 你完蛋囉 我要用流星嗎 我現在有裝備應該好很多了吧 所以說我先像這樣子 放完之後我們往外跑 OK 有了任務完成 哇一發直接炸死耶 那下一個拿到的就是一個 灰色界符合 然後這裡面有一把好像是 雞岩刀的東西嗎 等一下這個攻擊傷害也太誇張了吧 12攻擊傷害是什麼鬼啊 負2.6攻擊速度 負2.6是什麼 會超級慢還是超級快啊 我的稿子是1.2 為什麼這是負的 總之我拿出來看一下喔 我來找找看怪物室好了 這附近剛剛有聽到一個 洞窟的聲音喔 我看到了這邊有一隻殭屍 那我這樣子空灰的速度 好像也沒有到特別快耶 我以為是可以連續灰嗎 然後這樣灰下去就是 直接跌倒耶 好強喔 看來我已經有最強武器了 然後下面也有安德耶 安德剛好是我下一個要打的目標喔 我的武器獲取也太快了吧 我才第三個任務而已 我就已經拿到一個 可以秒殺怪物的武器了 等一下再升級會發生什麼事啊 應該兩下就解決了 有了有了任務完成了 而且他還掉終界珍珠耶 剛剛好耶 是叉子耶 怎麼是叉子不是三叉戟啊 然後他右鍵好像可以吃東西是不是 這真的是叉子不是三叉戟喔 雞岩叉子耶 那我現在戒符合好像有點多喔 因為我一直拿到新的 所以我直接把這個戒符合吃掉 試試看好了 不行喔 那這樣子勒 可以吃掉了 戒符合吃掉之後 回復三跟吸收三的效果耶 這是代表我可以像這樣子 一直吃東西的意思嗎 然後我的吸收三讓我現在血量超級多耶 不管什麼東西都能吃是不是 那怪物咧 怪物不能吃啊等一下 怪物為什麼不能吃啊 好啦那我就把這邊的怪物都打一打喔 一刀一個耶 而且這邊鐵好多喔 我有必要挖鐵嗎 挖一點點好了 搞不好等一下需要做個水桶齁 所以說如果我這樣子吃地板的話 吃地板是什麼奇怪的發言啊 如果我這樣子吃的話 不曉得會不會恢復我的飢餓度耶 還蠻好奇的 我先讓這隻苦力怕炸個半條血 試試看好了 喔喔喔喔喔 不會受傷耶 而且我的血回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 有沒有肚子餓的跡象耶 算了等一下肚子餓的時候再實驗看看好了 然後就是我這邊可以做個鐵桶了 所以我撈個水之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下去下面的洞窟了 喔喔被我找到鑽石了各位 那我看一下喔 這邊就一顆而已吧 我直接把它挖起來吧 好像也是只有一顆是吧 然後我開始肚子餓了耶 所以我應該來吃一下方塊了喔 我試試看哈 哎呦喂 連飢餓度都可以補充耶 那我剛剛還挖這麼多乾草菌幹嘛 啊等一下來當墊腳方塊好了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子 放出乾草菌直接吃乾草 哈哈哈哈 我是牛耶 堪比牛的胃啊 OK我又找到一顆鑽石了 那這顆挖完之後 我目前呢就已經有三顆的鑽石了 剛好 所以說我就直接來做個鑽石搞吧 接下來我想要直接準備去地獄了 然後這邊有一隻安德在咕咕叫 我先把它打死好了 再一刀 哈哈哈超級弱 欸欸等一下 我的劍還有遠程攻擊耶 這什麼 我的劍可以大爆射耶 我講的話好像很奇怪怪的耶 這是有遠程攻擊的喔 好像是每一把武器都會有一個特殊效果 然後這把劍就是可以當近戰也可以遠程的意思嗎 好強喔 哇 OK 被我找到一個大岩漿池了 我先來把這邊的岩漿給弄成黑曜石 然後來弄個地獄門出來吧 好的那目前我的地獄門已經蓋出框架了 所以再來下一件事情呢就是 挑戰時間沒有錯喔 我們好久沒有來做這件事了喔 所以說 通常挖礫石只有10%的機率會噴出碎石 像我這種等級的實況主一次就可以挖出來 哇 挖出來了 這就是實況 來了 這裡就是地獄是吧 然後 來到地獄之後我想要做的 第一件事呢 就是去找一下 黑石堡壘喔 我的下一個任務需要去打一隻 豬布林蠻冰 哇實在是有點強耶 誒話說我可以這樣子做嗎 我把他的腳下的方塊都吃掉 他就會掉下去了吧 這裡是什麼 薑餅屋是不是 喔你要掉黃金裝給我嗎 怎麼突然跑過來還真的掉了 誒 還真的掉了 那如果穿著黃金裝的話 等一下被豬布林看到 他也不會主動攻擊我了 誒我找到一個黑石堡壘了 太棒了 那我先來看一下裡面有沒有 豬布林蠻冰喔 然後這邊有一隻豬 你要幹嘛 這隻豬是沒有價值的豬喔 然後我也看到好幾隻了耶 先找一隻打就好了喔 我怕等一下死掉 好痛好痛 先吃一下喔 哇他打我一下半條耶 再一下OK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任務喔 所以我找一下 誒等一下我打豬布林蠻冰他們也會攻擊我了 換一下裝備好了 那這一次拿到的獎勵我看一下是什麼喔 喔 我是一把鎬子耶 那我的鑽石鎬做出來到底是為什麼 我好像連一顆黑鑰匙都還沒挖耶 我剛剛是用水桶做的喔 好吧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就算了 我先來看一下這把鎬子能幹嘛喔 右鍵試試看 喔右鍵沒有效果耶 那左鍵呢 喔 挖出一個三乘三的空間是吧 而且速度還蠻快的耶 然後他好像是不會壞的是吧 然後他好像可以丟出什麼 這樣子嗎 喔 哇 欸 等一下再試一次 哇超強耶 喔 抱歉了豬布林 那這個東西感覺等一下我去主世界的時候可以來挖個鑽石用耶 然後這邊有一把鑽石鎬 鑽石鎬好像沒用就是了 喔唷又來一隻了 喔咻 還減黃金的我的 喔唷又來一隻了 哈哈哈 哇塞 輕輕鬆鬆直接殲滅耶 順便偷看一下這把鎬子是幹嘛的好了 效率4耶好強喔 丟掉 我順便看一下這個地方有沒有大量的黃金好了 喔怎麼叫的這麼生氣啊 隔壁在叫什麼 呵呵肚子餓是不是啊肚子叫成這樣 呵呵好吵喔 OK那我現在已經收集到了大概一組多的黃金了 所以我先找個地方交易一下喔 像這樣子把這裡挖掉之後 然後裝備換一下 再把黃金丟下去 這樣應該就會主動跳下去了吧 有有有有有 沒錯笨蛋 OK我已經換到了14個終界珍珠了 這樣應該就夠了啦 所以說再來我想要做一件事喔 嘿 喔哇 好多東西喔 總之再來下一件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找個地獄堡壘吧 只是這附近好像很危險耶 我應該帶個抗火藥水走對吧 有了 這樣抗火藥水有一瓶應該就夠了啦 OK那我找到了一個地獄堡壘 欸那邊剛好有凋零骷髏頭耶 我是不是可以來做一件事情呢 先吃個方塊喔 然後一發打出凋零骷髏頭 啊怎麼什麼東西都不剩呢 太大力了嗎 哈哈哈哈 總之我直接來打一些的 那個烈焰桿出來吧 烈焰神生怪磚的話 喔這邊有一個耶 只是怎麼好像剛好在岩漿上啊 這麼剛好 哈哈哈 還好我剛剛有拿抗火藥水過來喔 那我先拿個 甘草捆賭一下這個岩漿好了 OK 嘿 嘿 烈焰神的生怪效率好像有點差耶 所以我來把這個下面的方塊都給吃掉 應該可以加速一點吧 哈哈哈哈 哇這個是地獄將秉承 欸是說乾草捆原來會燒起來喔 欸欸燒掉了燒掉了 喔哈哈 原來是會燒掉了喔 快提啦 好啦那我的烈焰桿也有七根了耶 所以說我就可以準備直接回去主世界了 我想要去解下一個任務了 我們下一個要打的怪物就是 深海的大魚喔 所以在那之前我可能要先去 挖個鑽石好了 欸話說這個會不會挖到雞眼下面去啊 我還沒有看過它的能耐欸 欸虛空 有去虛空嗎 哈哈哈 超級恐怖欸 我要小心一點了這個地方 嗯 欸挖到鑽石了 要什麼高度才可以平行一直挖啊 這樣子 這樣可以挖平的一條路嗎 欸不行又往上挖了欸 還是再平一點 這樣子可以嗎 喔 好像有欸 欸是平的了 欸那我一路跟著它走過去就好了 只是有點lag喔 哈哈哈 欸這邊有礦石剛好 嘿 哇超級方便的啦 大概是 我猜應該是100格的距離吧 哇100格欸 一發噴100格喔 哈哈哈 好猛喔 然後我現在的鑽石也有26顆了 OK 那這樣子全套鑽石裝就完成了 所以說我可以去上面找一下 深海大魚了 嘿 哈哈哈 哈哈哈 會不會有水下來啊 如果有水的話我就可以游上去了 喔有欸有水欸 哇 直接挖穿到天空去欸 而且好多東西掉下來了喔 哈哈哈 連海帶都挖到了呢 而且這邊剛好是一個海邊欸 應該有一下就可以看到海底遺跡了 我猜 然後被我找到了欸 那邊有一座海底遺跡喔 欸 那我是不是可以先像這樣子啊 我在這個距離做一件事喔 嘿 欸欸 等一下我的船怎麼沉下去了 這樣子的話應該可以看到 等一下海底遺跡破一個大洞吧 有了我看到海底深海大魚了 哈哈哈哈哈 哇 然後我等一下只要再拿個雞岩槍 把它射死就好了吧 在哪裡喔 喔在那裡喔 它破洞了欸 往那邊射一下 再射一下 欸等一下好像有點多怪欸 還是我像這樣子欸 我來先吃個東西喔 然後吃個東西之後在海上 呃用個這個流星試試看好了 來吧 雞岩流星 去吧 喔有嗎 有效果嗎 好像有炸到欸 再一發喔 蹦 在水裡有沒有效果啊 怎麼看起來好像沒有啊 不然我這樣子好了 直接進來砍它 嘿 再一發 應該差不多囉 嘿咻 最後一下 OK 任務完成了 來那我先上去上面喔 先上船喔 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這邊有點危險 OK那下一個獎勵會是什麼咧 看一下喔 欸等一下看不到 嗯 基岩法杖的樣子嗎 看來是一把魔杖的樣子 好像可以射出射線喔 基岩射線嗎 啊 喔喔 是這樣子的用法喔 它不是射出射線 而是可以召喚基岩的地板出來是吧 我可以把整片地板弄成基岩就對了 哇 大家都挖不掉這個東西 超級造成大家的困擾耶 下一個任務目標就是 我要去找一個 扶手者喔 所以我可以像這樣子在海上跑步對吧 欸 然後肚子餓了還可以這樣吃耶 我可以吃基岩嗎 基岩是吃不動的喔 看來基岩不好吃啊 好吧 唉唷 這個地方好像不錯耶 我直接在這裡往下丟一個 基岩稿下去好了 喔唷 來然後我再跟著下去看 應該等一下就可以找到 扶手者的地形了 喔 我看到了耶 哪裡有那個 發霉的方塊喔 那個方塊到底要怎麼說啊 而且還剛好是一個遠古之城耶 那我順便來看一下有沒有 附魔金蘋果好了 欸什麼東西 欸 欸 我 我的髮杖可以噴出爆炸物耶 然後這個爆炸物還會噴出一大堆 哈哈哈 OP道具是吧 不小心按出來了 竟然有這種效果啊 綁定詛咒是什麼OP效果啊 哈哈 好爛喔 那我先來換一套裝備好了 喔 保護式修補耶 唉唷 完蛋了 扶手者好像跑出來了耶 我還沒選完裝備 等我一下 喔 而且爆炸完原來地板會變成那個 基岩是吧 然後最後就是上衣 綁定詛咒 這樣我就有全套超強的裝備囉 所以說 我們就可以準備來打扶手者了對吧 先用我的這個 基岩槍射它緩速 這樣子 緩速完之後 我再吃個附魔金蘋果喔 然後像這樣子 用我的劍射它 嘿 去死吧 這樣應該傷害夠吧 喔 它好像要過來了是吧 我覺得我應該也快打贏了啦 所以說 我再用這個 爆炸的法杖炸它幾下喔 緩速一下再爆炸 然後再緩速 喔 這一把 火箭筒的緩速超級強耶 我只需要這樣子 緩它的速度之後 我再吃個旁邊的方塊 我基本上就不太可能會死了對吧 再吃一下方塊 然後拿出我的劍 這樣子射它好了 這個傷害應該比較高一點吧 還是我應該拿個流星去炸它啊 那我先吃完這個東西之後 靠近 然後用流星炸一下 可以吧 還沒死耶 怎麼這麼硬啊 它的血量真的有點多耶 不過我猜應該也差不多了吧 只要恢復跟得上的話 我不管多久都可以跟它耗喔 還是我直接拿劍跟它打 我在這個地方打它好了 欸可以 拿劍傷害好像會比較強對吧 OK 成功完成任務了 哇 扶搜者也是輕輕鬆鬆耶 那麼最後拿到的東西會是什麼啊 我來看一下喔 等一下這個名字好像超級長是吧 然後裡面裝的是一把槍耶 這剛剛的槍是反過來的形狀而已嗎 喔沒有耶 它的柄的位置不一樣喔 是一把手槍的感覺嗎 它上面寫的說明有點長喔 所以我直接來試試看好了 嗯 喔 這是一把蓄力的武器是吧 不曉得傷害有多高耶 我在召喚一隻扶搜者出來試試看嗎 來了 那我直接射喔 蓄力之後 然後 發射 嗯 等一下 有點危險 快跑 我們去終界吧 呵呵呵 怎麼好像沒打到它啊 好 我的終界珍珠直接往下飛了 那我應該可以像這樣子耶 跳一下 然後丟鎬子下去對吧 好 我找到了 這邊就是終界的入口喔 再來就是 稍微找一下 看終界祭壇在哪裡就好了 我能不能用這個找啊 嘿 哇 好Lag喔 全部都看穿了 直接打穿比較快喔 喔 喔 找到終界祭壇耶 還真的找得到耶 用這個方式 喔 還是完整了 我剛剛其實有一點擔心 會不會直接把終界祭壇打爆喔 好啦 既然沒事 我就直接出發 我們去終界打龍囉 終於來到這個地方了 結束了 來 先往上挖一口喔 然後我應該可以直接用我的這把槍 來蓄力打打看終界龍吧 這把武器既然是最後才拿到的 那他應該有特別的效果吧 欸有有有有 我打到了耶 哇 等一下這傷害是不是有點變態啊 喔喔喔喔喔喔 終界龍剩下半條線了耶 我好像只要瞄準一點的話 就可以把他打死了嗎 有喔 我不用踩終界水晶的感覺耶 蓄力完之後 發射 只是他發射之前 前面會有一坨黑黑的東西 所以蠻難瞄準的就是了 不過我只要像這樣子走的話 好像煙霧就會往右飄了耶 喔喔差不多了 我在蓄力最後一下 如果打到頭好像就結束了耶 喔欸去吧 啊還沒 最後一發 終界龍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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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把武器超級強的啊 不愧是最堅硬的方塊 基岩 基岩太神了 那最後我就用這個東西 來當作結尾好了 來吧 基岩流星 喔嘿 我怎麼沒有死啊 欸 我我竟然沒有死 我怎麼死不了啊 呵呵呵 喔 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